我们可以看到去年是7月1号总统公布 9月4号就实施 我昨天查了一下到昨天为止 总共有331家闭锁性公司 可以这么说 闭锁性公司专节的出来 符合了大众的需求 可以说是初见成效 非常的成功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当时为什么要有这个闭锁性的专节的设置呢 主要是回应公司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think small first 也就是小公司优先 因为我们知道各国的商业组织中呢 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是占绝大部分的 包含我们在PPT所显示的新加坡跟香港 以台湾为例的话 我们目前有16万家的股份有限公司 而可以配称之为大型的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公开发行以上 包括上柜跟上市公司 只博客是占16万家中的0.03% 所以换言之 绝大部分的股份有限公司 它都是属于中小型跟微型的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下一页 我们现行的公司法 股份有限公司专商确实是以大型的公司来为设置 这就导致了中小企业在尊法的成本变得很高 然后不尊法的情况也十分的普遍 那么更有甚者 许多的新创公司呢 就远赴了BVAT等地来设置公司 以求取经营上的弹性 那当然就会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不利的影响发生 比如说成本会增加 会容易引发纠纷 国家的税计流失 也导致国内法的空洞化 下一页 那么因此呢 必锁性公司专节一个非常重要的规范重点 就是松绑自制提供弹性 降低企业运营的成本 那在去年非常多的学者专家 包括了我们的蔡律师的指导之下 就在出资的种类放宽 无面额的采用 多元筹资工需 股东会开会放式的方块等等方面 都降低了这个提供弹性 同时降低了企业运营的成本 好 下一页 我们发现专节非常的好 但是仍有全盘修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专节如果有规定的话 就是优先适用专节 但专节如果没有规定的话 依照我们公司法适用的原则 就会回到为了大型公司设计的 非必锁性公司的规理 这样就有可能导致 必锁性公司专节要谈性送法的目的不达 同时呢 专节它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专章下的一个例外 那么在法院适用法律 或者是主管接官 解释法律的情况之下 都有可能以例外从业的方式去解释 也可能导致松绑的弹性目的不大 再者呢 是必锁性公司 如果它运作得非常的好 它有一天想要上市上柜 它可能必须要先把必锁性公司 转成非必锁性公司 变成公开发行公司之后 再上市跟上柜 这边就会增加转换的成本 跟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 下一页我们也发现 公司法长期以来被大家并购的问题 专节呢 也没有时间处理 包括了公司登记制度 我们的公司登记制度呢 其实还需要缴交非常多的职本 没有充分运用到现在电子科技的优势 同时呢 我们的登记制度 也有一些查询资料不便利的状况 同时实际上也存在着 公司实际的状况 跟登记的状况不一致的现象 除此之外呢 我们现在公司法下 对自治机关的架构 是非常僵化的 举例来讲 股份有限公司要求 一定要设置三个董事跟一个监察人 但是我们也了解有很多公司 它的股东人数其实非常少的 可能只有两个股东 但是你却要求要设三董一间 就变成公司还要找第三个外人 跟第四个外人来做董事跟监察人 这无疑增加了公司运营的成本 跟增加纠纷 第三个是公司负责人 我们常常也听到一句话 叫做公司的懂事不懂事 公司的监察人不监察 所以怎么样来强化公司负责人 就责的效益 让公司能够健全他的经营 来善用公司的制度 而不是滥用公司的制度 这也是我们所关注的 最后一个是多元目标公司 那么现在呢 全世界的现象是贫富的不均 跟全球的暖化 所以导致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 员工以及环境 那么因此全世界各国也都在讨论 我们是不是要允许 不只会为了获利最大化公司的存在 而只有这种公司的存在 是不是要允许这种 社会使命型公司的存在 那我们认为 各可能都是必须要透过全盘的修正 来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谈到公司法全盘修正 我们就要谈到说 这一次的公司法全盘修正 是采取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方式 也就是在一开始成立的修法委员会 就是产官学的合作 在修法委员会下设了四个小组 第一组是有价证据的发行会计审计 第二组是公司治理 第三组是公司的登记建议公司 第四组是股东会跟股东权 分别代表公司法下四个比较重要的面向 为什么在最一开始 修法委员会跟工作小组都要用产官学 一起来合作的角度呢 是因为我们希望这次公司法的修正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 同时能够带进国际发展的新趋势 所以这就必须要靠产官学理论跟实物界一起来合作 请看下页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报告的是 从二月份到现在 修法委员会做哪些事情 二月份修法委员会跟工作小组成立之后呢 产官学一起进行了各种公司法问题的辨识 以及外国法的分析 我们在这段时间举办了四十场次的专家访谈 跟座谈总共会集整理出 逾两百个公司法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到十月份刚刚经过的是 修法委员会就重大的议题 征求公众的意见 我们这次也改良问卷的方式 不是在简单问问问题而已 而是在问问题之前 先将基本的资料提供给公众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那么其他国家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修法委员会目前有哪些初步的想法 再来询问公众的意见 我们这个做法是参考了香港跟新加坡的做法 我们认为这种问卷的方式 比较能够促进对话 能够产生征询公众意见的效益 出乎我们意外的是 在这段时间我们收到了超过于五千份的问卷 可见我们国内的公众 对于公众意见的讨论 是具有高度的热忱的 再来未来的两周 公司法全盘修正委员会 会将全盘修正建议全文上网 那这一份修法建议里面 除了会包含 为什么要进行公司法全盘修正 修正的原则 修正的方法如何不同的遗忘 同时也会将四个工作小组 所提出来的具体修法意见展示给大家 并且提供这五千份问卷的分析 那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份 接近一千页的资料 未来会提供主管机关修法非常重要的参考 同时也做法院判断的一个依据 那么修法委员会也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举办座谈会 包括结合V台湾的战略非常好的平台 来跟公众继续进行交流 交流内容也都可以提供未来主管机关 在修法的参考下一页 以前为大家介绍 这次公司法修正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一个是延续必锁性公司专节的一个方向 就是管制松绑 另外一个就是公开透明 我们认为这个就好像一个人的两支 缺一不可 好 缺一就会导致目的不达 增加混乱 增加纠纷 从管制松绑角度 延续必锁性公司的精神 是采取大小分流 换言之 非公开发行公司 小公司呢 我们允许它在资金取得内部组织 以及公司多月化 可以自己透过章程来进行安排 在公开透明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建构起一个 很便捷的公司登记平台 透过资讯的公开 能够降低交易的成本 同时应该也要强化违法行为的究责 让大家能够使用公司 而不是滥用公司 那么非常的快速地看一下 修法的效益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管制的松绑 跟公开透明 能够改善我国的经商环境 使我们的产业能够具有竞争力 同时跟国际接轨 然后吸引投资 改变过去政府审查的角色 变成政府只是一个提供平台 提供服务的角色 然后降低我们企业的执行成本 同时能够创造新型的就业 改善企业的体制 提升竞争力 最后要说的是 好 必锁性公司去年的发布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必锁性公司的快速发展 也显示我国的市场确实有此需求 而且产业跟主管机关 透过必锁性公司专节的设置 跟搬行 有一个练兵的机会 大家来了解 原来弹性松绑 并不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么同时 修法委员会也必须再次的强调 公司法的全盘修正 弹性松绑跟公开透明 缺一不可 这样才能够确保修法的效益 展望未来我们会希望 非公开发行公司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跟它发展的这个进度 能够设计适合自己的运作规则 能够让民间的创新跟活力 能够充分地展现 但与此同时 市场上的参与者也要了解 这身的需求 并且事实要咨询专业的人士 那么以上报告 非常好 今天拥有时间还蛮短的 谢谢 哇 这个听到我想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谢谢